播放一次也可以 或者是播放我们的片段也可以 好吧 我们今天进入的最后一个话题 讲的是黎智英的难题 就是黎智英其实是两难 他应该很难 因为办这个报纸 真的10号苹果日报是陆阳只归 陆阳只归到什么程度 我在台湾的时候 那个时候 离馆酒店他会给你一份报纸 但是有的酒店就唯一都没有一份报纸 苹果日报 有一项报纸你不想看它还给你 那我就只好到三万一类文去买 但是有时候我喜欢在酒店里面工作 所以有时候稍微晚一点 到了早上10点钟以后 甚至9点钟 你到附近的三万一类文 已经看不到苹果日报了 那么到偏僻的台湾的地方 那你有时候当地的苹果日报 他进的也不多 那是更是早上去都没有 苹果日报简直是一个抢的报纸 哎呀 你就想一想 你就想一想 这么飞煌的局面 就被互联网给撤毁了 撤毁了 那苹果日报也往互联网方向发展 那我也给他们帮一点小忙 那么这个因为苹果日报最大的好处就是 他没有顾忌 什么东西都可以谈 什么观点都可以谈 但是这份报纸得到民众这么欢迎的报纸 现在很惨 其实今天还有一条消息是联合晚报关掉 联合晚报关掉就意味着台湾和香港再也没有晚报了 对吧 以前香港的晚报很多 香港的晚报 这个有新晚报 有这个明报晚报 还有很多晚报 因为晚报的作用主要两点 第一是股票 股票 第二个是马金 所以晚报就靠这个两个来源 现在年轻人不跑马了 现在夏宝龙说 马可以跑得更快一点 大家根本不知道年轻人对跑马没什么兴趣 另外就是这个还有什么 就是股票 现在股市一般太迟了 而且你这个报纸怎么能反映这个股市迅速的变化呢 网络上反映的非常迅速 其实台湾也是一样 我曾经在台湾中国时报工作 当时候我们的报纸 其中有一份报纸叫中式晚报 中式晚报 我们整个的报社的员工 有这个五千人 五千人在台湾是算 所一所二的大报 联合报人多一点 联合报八千人 但是有一部分是在海外 在台湾也有四五千人 现在联合报还有一千五百人 一千五百人 这次昨天是宣布联合晚报关掉 联合晚报关掉 那就是港台就没有晚报了 中国大陆可能还有 但是我相信晚报是声称越来越困难 整体的报纸 现在苹果日报在台湾 在香港大概是发言量第二 在台湾大概是发言量第一 早一段时间 黎智英出来讲话 希望大家来支持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的网上版 做的也很不错 很多人给了黎智英先生的支持 成为了网上的定服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 还不是报纸的困境 讲的是黎智英先生呢 他的最近的两难的状况 他一方面呢 希望这个美国能够给予支持 给予支持 但是另一方面呢 又担心美国的这个支持 如果采取制裁的话 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那对香港的这个 现在的民主派的深层 或者是自由环境的存在 也会造成打击 所以陈小平博士取的这个标题 两难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陈小平博士 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黎智英现在 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一部分呢 说他是这个叛徒 卖国贼 另外一部分人呢 说他是中共的带路党 这个东西呢 中共的大陆人啊 没有 就是中共的这个带路人 那个带路党嘛 等于是给 他是中共的大陆党 谁攻击啊 我都没看到过 哪里啊 网上 网络上有人嘛 就黎智英之大陆党 那香港还有反对派吗 那是啊 那就是这个问题在 在什么一个地方呢 就是你对这个美国制裁 中共的这个态度的不同啊 就能够反映出你对 黎智英的这个评价啊 差异 那么对有一部分人来说呢 是主张就是美国动用经济核弹 去跟中共较量的啊 北京在香港玩底线游戏 美国也以底线游戏的方式 跟北京去做这个对称性的一种啊 反应对不对 大概是这种情况 你你在香港搞港版国安法 你毁掉香港的一国两制 那么我取消你的特殊待遇 我成全你的一国两制 那么这就叫对应嘛 那么现在美国川普总统 他亮出来的牌 他就是这样啊 只是说他还没有出台细则 我刚才前面我们第一个节目 已经谈到了啊 中国在等啊 美国在等中国的细节 中国在等美国的细节 然后决定贸易协议怎么办 所以是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黎智英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他原来在港版国安法 一出来的时候呢 他就呼吁美国来去制裁他 制裁北京 那么他这种呼吁这种制裁的 这个言论呢 被中国官方认为他是叛徒 认为他这些呼吁美国制裁的这些言论 网络上的言论呢 是颠覆证据 我们知道北京的颠覆 主要是因为这些人写文章 发表看法 所以说北京用这个方式来处理这个颠覆 这才是香港人觉得恐怖的一个地方 因为北京的这个颠覆吧 我们很少见到拿什么枪啊 拿什么炮啊 甚至于去拿个蓝头砸玻璃啊 这种行动都没有看见的 北京99.9%的颠覆都发生在网络上 发生在杂志上啊 发生在甚至发生在内部的这种讨论之中啊 抓住人家的自言偏语 你就是颠覆罪 俺老陈在1989年也被他们定颠覆 就是因为我在一个讨论会上 我说这个政府现在这些政府该换了 这就是他们说的我的颠覆罪 所以我也是颠覆罪的受害者啊 那么我很深自北京的颠覆犯罪是什么 那么这个东西弄到香港去 极其的恐怖啊 对不对啊 你就是你苹果日报啊 天天都发表这种言论 一发表这种言论你就颠覆了 问题在这 所以啊 这个黎智英先生 正必高呼要去让美国去制裁 但是呢 他担心是什么呢 如果美国这个制裁重了的话呢 导致这个香港会各度的去依赖北京 那么这个现在问题在什么地方 黎智英先生先生的一个判断是 如果美国制裁轻一点 还留着这样一个位置呢 啊 特殊关税地位之后呢 好像香港对北京的依赖就不重 这就是啊 我和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出现分歧的一个地方 黎智英现在觉得在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好像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还能够保留 啊 北京啊 如果美国不取消香港的优惠待遇的话呢 北京还会中中香港的一国两制 这就是 我认为 我觉得是 黎智英先生的误取 他不仅有难题 他还有误取 嗯 他苹果日报的遭遇 他自己的遭遇 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香港不可能再有严重自由 也不可能再有一国两制 不管美国啊 制裁的程度如何 而他认为美国还可以啊 在某种意义上 中共还能保留一国两制啊 这是像这是黎智英先生对香港局势的一个判断 那么我想呢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听节目的人都会知道 到底香港会不会有 还会有不由一国两制 啊 那么 黎智英先生西方美国往后退一步啊 这次等于是 搞半步制裁 就是现在美国对香港制裁被很多人批评是川普是一样 纳枪头啊 啊 光说不练啊 就这样都快威胁动用核弹了 川普都已经批得体无王夫了 说他啊没来没有玩真的 如果按照黎智英的这个说法的话 更加不了玩真的了 玩一半 他也提出了建议嘛 可用其他方式仿制北京压迫香港 如取消中共与香港官员子女的学生签证 这个东西在做啊 对不对啊 他们在做官员的一些签证嘛 深入挖掘中共海外贪腐情势 同时以增加移民优惠 甚至签证优惠的方式鼓励感人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做 对不对 但是这个达不到美国的这种对北京的一个制裁的目的 这就是我想很多这个华人呢 在也有这种矛盾心理 实际上在中国美国的这个对峙中呢 我们老和也有啊 说这个签证计划应该啊 这个采取措施 但是又怕优秀的人才受到伤害啊 华人受到伤害 也有这样一种啊 两难的处理那个一种担忧 那么美国现在这个对中国搞校园安全法案啊 这一次又什么3000个研究生如何如何的 都可能啊 伤害到那些无辜的人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会担心 这一杆子插到底的做法会不会太过过了 所以说黎智英的担忧啊 实际上是在中美冲突的大背景之下 很多中国人的一个担忧 那么我们就想 我们作为一个华人 真的希望美国在跟北京 这样一个激烈的竞争之中 下手狠一点 还是下手温和一点 实际上我们希望大家回答这个问题 好 请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 观察员们讲话 观察员们讲话 对啊 大家就是希望北京下手 美国对北京下手狠 还是下手的温和点 就是问题 对 我是认为在有些方面必须狠 哪些方面狠 哪些方面狠 那么具体 你一定要多说香港 具体了 香港问题上你觉得应该狠还不狠 对 有些方面我觉得维护价值观方面 要更狠一点 人家在对等群的方面 对更狠一点 比如说我最希望把中国的社交媒体给封了 这个狠不狠 对不对 如果在越过中国的社交媒体 那么这个 那是川普在那里不下手 OK 听这个我们的观察员讲话 哎呀 怎么背景有声音了 导播 是吗 何先生好 小平博士 你好 你好 你是不是又在烧烤了 没有 这上午怎么能烧烤呢 但是我是在 在我家后院里头 这个 房间里面噪音更大 他们在看电视 看这个美国这个 示威的新闻 所以我就到院子里来了 关于香港的言论自由 这个受打压 我三十多年前 中英签联合声明的时候 我就跟家里人 我就 有过一律 我说一国两制 邓小平搞这个一国两制 五兆跳马兆跑 五兆炒 这个资本 经济制度没有问题 中国也 中国大陆也在走资本主义道路 但政治制度怎么办 我当时的担忧 就是已经实现了 就是兑现了 这不可调和的矛盾 中共不可能让你 把香港变成反共的前沿之地 因为你有言论自由 就可能就有反共的言论 反共的报纸 就像苹果日报这样 但是它不可能让你存在 这个政治制度是不可能两制的 就必须 它就在中共的这个意识形态里 它就必须搞一国 在政治 政治意识上 意识形态上 它必须搞一国一制 我三十多年前 我当时是跟家里人这么探讨过 你三十多年前多大呀 你现在看起来的声音也很年轻 我三十多年前 中英签署联合声明是1984年 那年我刚好大学毕业 你说我有多大了 我肯定比你大 你是在中国还是在自由世界 我在加拿大 我的老战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我是讲你二十岁的时候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那个时候 我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呢 我是说你怎么偷听敌台 你怎么会了解这些情况呢 不是 是中英签署联合声明 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 这个我就 当时我就分析出来 政治制度不可能一国两制 哦 OK OK 是这样 我是根据官方的消息以后 做的分析 我的当时的想法 有现见 但是当时的想法 现在 不小心 现在已经实现了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小心 不是不是不是不小心 我这个这个聊天室里的观察员们都知道 我到你了 开玩笑 只要你投赏了 就可以 哈哈哈 焦腔不傻 好了 我就说这些 谢谢 OK 请下一位 我的观点很简单 如果美国想跟中国彻底脱钩 彻底决裂 就下手重一些 如果还想跟中国继续合作 继续勾兑 那就下手软一些 发言完毕 谢谢 那跟服务性 符合我们和平 我们和平说 中美关系是合作关系 嗯 那就不应该下手狠了 不不 那是看 那这是 这是和平先生的态度 那你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 这个不是我们能够 来 这不是我的 美国人 这是 我的他们的 如果美国认为 我们必须 脱钩 那就狠一点嘛 那你就要跟人脱钩了 你不狠 你怎么能脱呢 对吧 如果你觉得 我们还想要 合作呀 还要怎么样 那你就不能一棒子 把别人打死吗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嗯 好 这个还有没有 下一位 川普总统今天 好像有了一些新的动作 听说这个 更加这个 建立了一个 重要指挥中心 真的指挥中心 要对付这场 抗议事件 这就是 拜登总统 去了这个 乔治·弗洛伊德的 那个 看议 那个 看议现场 当期 单期下跪 跟 看议者 在聊天 你看看 现在是 用这种方式 这是民主党 跟这些人 对话的方式 不 单期下跪 是表示一种 祈祷 表示一种 善意 对 这个 这个怎么理解 大家去 去想象 对 就是 最近这个动作 在美国比较时髦 这是美国 橄榄球运动员 最初采取的一个动作 单期跪地 这个不叫下跪 叫单期着地 怎么翻译 大家可以去想 这个跟下跪 是不一样 就是单期着地 的一个动作 这个 我是没有什么话 可讲了 这个为了保护 陈小平 同学的 右手 还有人 记手 请讲 请讲 我来说两句吧 就是 我 我既不是 政治观察方面的专家 又对 很多社会现象和事情 也是很困惑的 但我想 提出一个 我观察 问题的一个思路 我不知道对大家 有没有借鉴 就是说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考虑 一个复杂问题的时候 特别是涉及到政治人文 很多一些 非常复杂的 社会现象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 要用一下的 这个地图 看地图的办法 看地图 这个电子地图的东西 比如说谷歌地图 它就有一个放大 和缩小的功能 我现在想把这个 中美的关系 放大到一个 就是缩小 缩小到一个 更宏观的一个角度 那就是说 人类之间 人类内部 不管任何正体之间 会不会因为技术的差异 以及价值观的差异 而进行严重的割裂 这种割裂 是不是暂时的 还是是永久的 那这种如果它是永久的 会不会因为技术的这种 严重的差距 进而变成两个 不同的种族 或者进化成两种不同的生物 那整个生物界 以前有没有这种案例 或者有没有这种事情 这是我一个思考方向 然后我再把这个地图 再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就到更具体的事务上 那中美在最具体的事务上 它们之间最根本的联系是什么 最根本的联系 在现在这个社会里 是不是最根本的联系 是经济 那经济基本层面的 这个相互需求 是不是一个难以分开的一个部分 如果是难以分开的部分 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导出一个结论 不管价值观有任何差异 那它们在经济上都要作为一种 这个群体动物 有相互的经济往来 如果有这种相互的经济往来 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谍的 那个这个技术 根据一些数学和基本的原理 我认为技术和各种东西 都会在这个群体之间进行这种扩散 并且随着这个技术 人类这个信息告诉网络 以及人类这个相互技术交流的进入紧密 这种扩散的速度会相当快 如果你对这个脱钩 或者中间建这个墙 如果不是一个叹息之强 不是一个绝对避障的话 那这种扩散和压力差 就会变得无限大 那这样的话 你这种压力差 就会阻止不了这种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扩散 那这就是我在考虑这个问题的一些 我自己在头脑中一些假设的一些基本方案 那进而对于这一个观察呢 我还是以我有限的知识 和比较有限的这个认知来讲 我还是比较支持何种的一个观察 就是说在我们可以预见得到 在我们短暂的生命可以看得到的一段时间内 比如说五年到十年之间 或者什么时间 是不是中美的关系 在严格上来讲 它是不可能做到经济上的完全脱离 然后会以某种形式进行变购 但是这个变购有可能是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 但是具体到什么程度 这个地图再放大的话 涉及我自己对于国际政治和各方面知识的匮乏 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地图绘得更细了 但是我只是提出一种有益的思考方法 或者是可能有益的思考方法给大家成功 你很有私病的请下一位 请下一位 李俊先生 何平好小平好 李俊好辛苦了 你们也辛苦啊 那个我刚刚从明尼阿布里出来 你要注意安全 我今天又在明天两个地点取货 然后基本从市中心附近这边过了一下 市面还行 没有人在公路上感觉不到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早晨起来查了一下当地的新闻 好像昨天夜里的情况也没有那么严重 有一些偶发的 好像有一处地方有人有人纵火 那个烧了一个小铺子 但是好像那个消防员也及时灭火 问题不大 嗯 好 你去必要安全 我这没问题 我那个因为我们的卡车一般的不往那个 Downtown那个那些区域那跑 都一般都是那个送货交货都是在交外 嗯嗯那就好 好 好像哪个代康也不是那么激烈 也没有什么路障啊 你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 这大家都知道的 叫bad news is good news 坏消息是好新闻 所以说就是跟那个中文电视台的那个CCTV是一个新闻的两个 那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那边是专门报好消息 这边专门报坏消息 嗯 所以你要光看媒体 光看媒体上报道能吓死 你到实地跑一跑觉得也没那么严重 对对是的 就是我我就给大家那个插播一下我看到的一些情况 那个就是 哎不错 以后我们就应该 对所有媒体的报道都应该采取一个就是比较 比较超越一些的态度 那个都完全被媒体裹进去 也很难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准确的评价 我就无论在中国和美国都一样 嗯对 媒体总是大家希望媒体是可以关的 其实媒体的本质决定呢 他彼此是拼命的 如果不拼命的话 大家怎么看新闻呢 对不对 对 另外一个是人干的事情总是主观的 嗯 好吧 请下一位 不耽误大家时间 OK 晚上见 嗯 嗯 陆磊先生 嗯 啊 啊 讲话了 我想 谈点对那个全几位网民 就是我们的同胞的那个谈话的体会 啊 就说 从他们谈到很多到职学上的地域 说从职学上来说 人类历史的发展 人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呃 地域地区之间 呃 文化之间 种植物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但是呢 我认为长远来说呢 这个应该是会一同发展趋向大同世界 这个是不是也有点共产主义 或者是中国古代的同盟之道大同世界的意义在内 对不对是吧 就是说第二点 就是说如果说吃苦耐劳就可以成为一个强国 还是说什么科学技术 呃 这个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 什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中国人民吃苦耐劳几千年了 为什么 一直以前还是挨打或者还是一个封建社会 所以说我认为还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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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和和平还要谈六四 都是我们的心头之疼 我有想到时我想也 可能有机会插上嘴咒 说谈面感想 就是说非常谢谢和平和小平先生 好不好 谢谢 星期四晚上是一个谈六四的一个节目 星期四正好是六四吗 对 OK请下一位 你们好 我又回来再讲两座 想回四周聊一下 你不是黄丽萍吗 黄丽萍 黄丽萍 这个波士顿马上就要开放了 我可能以后白天就没有办法 在参加里面节目来玩了 就来干活去了 波士顿就晚几天开放 已经开了 好 晚上不行吗 晚上参加 对晚上参加 那个 我觉得美国这个社会啊 我在美国生活了快三十年了 它是很分裂的 无论是从利益到价值观 非常分裂 所以你看看在伟大的二战 美国对日对德国的政策早年一直是犹豫不决的 你看对日本如果不是三百五十六去轰炸珍珠港 美国是没有办法跟日本宣战 当这个希特勒在德国大师的疯狂的把犹太人关起来的时候 美国可是有人支持的 我看过这段历史 美国老公业力量的代表美国的英雄福特就跟这个希特勒拉扯的很厉害 那如果是希特勒都去轰炸美国的脑袖中 英国的话 美国也无法弹劫在罗斯福的旗帜下 一致对外 像德国现在 那我想回到香港问题上 所以还是起了中国的态度 我甚至感觉到星期五那个川普那个讲话 我都有的看不懂 我觉得还是他在给自己留后路 虽然那个腔调越来越厉害 但是星期一中国的上海的A股和香港的股市是大涨了 高度评价这个股市高度评价这个川普的讲话很有意思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还是看他对手 如果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 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 在中国在所有的问题上 一根筋走到 坚决的与美国对抗的话 就像那个国防部长讲的 我们要以战出火 那这个东西呢 那我觉得美国就会对香港的政策越来越强硬 但是如果 如果习近平踩起 对象平这一条路线 有可能 那个 美国这个事就软化下来了 所以这个 一切都看这个博弈吧 那对不对 讲完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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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 川普对香港采取这么严重的反击行动 在美国 这个两党内部是没有完全形成共事的 包括这个民主党的参议院的领袖 对川普都是有批评的 所以说我听到了一种声音 你讲的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 民主党啊 民主党内部啊 民主党啊 就两党之间 我讲 两党之间啊 那么今天呢 这个北京说 他不执行这个协议 有些人就在我的那个社交的这个帖子后面 回答这么一句话 他说这是成全了川普对中国的制裁 说北京如果对这个美国的仿制越厉害 在某个意义上帮助川普凝聚更多的力量 去跟北京打这一仗 等于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帮助川普 说成全了一个川普啊 这是这个这一部分的看法 在贸易贸易战的问题上 在跟中国的这个进行这个脱钩 或者制裁的问题上 美国内部一直有反对的声音 那么中国每一次的一个强硬 在某个意义上帮助川普变得更强硬 我觉得这个意义上啊 要强调一下 好啊 今天的网尼网事啊 受到这个油管的打压啊 哎 还有人讲话 请请讲请讲 我再说两句吧 嗯 我还是想再深入探讨一下 就这个 根本层面的这种 原因因素和和现在这个政治方向上的这种 呃 关联性 试图从这里面找一点规律 就是说嗯 我们的宇宙飞船是由 我们宇宙飞船的一些结构是由两匹马的庇护的宽度决定的 就是关键的原因 这个可能也是制约了我们人造航天器它究竟能飞多远 现在这个信息社会以及信息联通带来的这种交流 不管是单向的还是还是双向的还是有部分过滤的这个信息的交流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是决定未来社会形态以及政治形态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就是从不管是这个 呃 推特治国呀 还是呃 社交媒体选举啊 还是一些呃 很关键呃 就是叫信息交互形式的这种变通啊 我觉得这里面跟未来的政治发展以及政治发展里面什么时候有哪些指标出现一些呃 破局点啊 进行有变革式的这种变化 我觉得是应该有可能有一些内在的关系 而这种内在关系 因为我们的这种科技术和社会发展的一些东西是没有呃 平行世界参照物的 所以说我们很难去判定未来这个事情会怎么样 但我们可以尝试着从呃 逻辑的角度和从呃 经验的角度和从现有的有限的一个方向上去做一些设想 这个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说呃 我的最呃最最最更基础一点的想法就是说呃 呃这个世界被信息化以后它的连接更紧密了而这种紧密的连接是难以切断的是不可能切断的那如果是这种是不可能切断的话那那那那我觉得这个整个世界就就真的已经是被铸造的是浑然一体了那这种浑然一体的世界人们就必然面临着这种呃以前那种相对风格化的世界里面 不会产生的这种冲突而冲突的层面由非常大规模的族群的国家间的变成一种国家内部的分散的公司集团之间的或者是各种阵营之间的这种冲突 这种复杂的呃层面的和局部的这种冲突而这些冲突的变化就真正决定了世界政治以及政治格局的这种走向所以说呃川普也好呃这个独裁政府的领导也好他们在做出一些政治动作的时候一旦动作过大会引起整个系统的这种反思所以说呢他在呃政治家在采取决策的时候他也要对这个他采取决策和行动的后果 进行一定观察而作为一个观察者他肯定呃因为观察而带来的这种这种这种防徽或者是呃带来的这种预判也会影响他的政治角色那总体来讲从这个角度就是单纯从呃数学呃我数学学的不好啊但是我我我以物理学的还可以就是单纯从我一个比较不专业的这种推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整个这个呃社会形势并不会出处冲向这种大规模的旗群冲突 反而会更分散更呃更领散的画到一个各个层面的一种冲突上当然了如果有一些独裁或者是集权体制他会造成局部的一个局部的大范围灾难 这种局部的大范围灾难的可控程度和这种情况也就决定了决定了一些后续的整个整个系统对于这些局部的这个呃这一个反应啊啊这个是我一个呃就是说更更系统一点的一个思考 好谢谢 请下一位 两位好呃 您好 这个关于贸易协议的事 嗯我感觉共产党现在他的做法是谋定而后动 因为他我觉得他主要是想看川普接下来具体制裁措施 如果川普下狠手具体制裁了呃让他非常受不了的事情 他就顺顺之后他就说啊我们这个是报复反制 因为为什么我是这样想因为国安法的事情其实已经加深了很多欧洲人 尤其是英国人对共产党不信任呃这是我从自己身边一些人这个呃的看法就是得到这样的一个协议 然后如果现在明确的撕毁这个协议呢肯定会再次的加剧这个古迹社会的大家不信任 所以他干脆就这样等于是呃跟川普下棋吧 就是他这个呃他不是明明的宣布但是其实他可以随时宣布就是把他撕毁 但是他还要弄得好自己是我是受害者要制造这样的一种所以呃我总是这么感觉的好谢谢 好谢谢还有下一位吗 好的我刚才看到有人举手啊有没有 还有一位好像嗯路里先生还在举手嗯 嗯 请打开 呀 我打开了打开了是吧啊 可以了对嗯 嗯 沟河和沟对 嗯这个是那欧洲据说现在民意也有点转换 对不对 但是还继续不继续勾对和平先生说的对 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就下一步 对这个呃 呃怎么看看看看怎么搞 搞下去了好不好呃 呃这一点我是和和平先生比较中立的观点相对 但是呃我对于呃小平先生许多发言我还是非常支持的和平先生我非常尊重的但是哈哈哈 哈哈哈 这样啊 小财两只船呢 嗯哈哈哈 啊你们的你我都是一伙的 都是有非常沉重的感觉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嗯 失败以及倒退呃到现在这个提步心情都是非常沉重的好吧 谢谢就这么回事 谢谢 这个呢我那个刚才实际上啊那郎先生啊他讲的是一个中美之间的很多地方不可疯啊 实际上我想强调是什么就是现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他的基调啊北京叫新冷战美国现在没叫新冷战美国现在叫啊竞争啊要应对中国的竞争 那么现在确定了对北京的竞争性的方针的两大战略目标都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的价值和美国的安全 但是这里面同时也提到在竞争的同时呢他没有否定合作啊 我们也欢迎中国再同我们利益一致的地方进行合作所以以后啊这个合作呢他有一个前提就同我们利益一致的地方进行合作 那么什么叫利益一致啊这是在决策的时候要参考的而且美国人说了竞争不一定导致对抗和冲突啊 美国对中国人民有深厚持重的尊重啊与中国人民有长期的联系 我们不谋求遏制中国发展也不希望脱离中国人民 美国期望与中国进行公平竞争啊使我们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能享有安全和繁荣 因此呢美国没有把合作的大门完全关上 而且事实上确实是乱兴 乱兴先生说你把这个门关掉合作的门关掉是不可能的现在 但是他的激动 我们必须在五分钟之内啊讲完话题 我也讲了 还有三位人因为我十分钟以后我们的网站啊我们的这个观察室要重新启动 所以下面还有三位请每位讲一分钟 好好好 好的 刚才讲到欧盟就是欧洲的态度 我想肯定引用了默克尔的态度包括一个前欧安会的观察员现在在复旦大学 他讲的非常明确说我们虽然政治上有所不同 但是我们和中国的合作符合欧盟的长期战略 也就是说搁置政治议题 我想讲的一个就是不展开讲了时间短 就是欧盟的成立的前提 他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 欧盟的欧盟之父也就是欧共体制父 柯耶夫他是和这个亨廷顿和这个所有保守主义哲学家都是一路的 他认为这个所谓的蛮族崛起啊 就包括中国包括日本甚至包括美国 他说这些人在现代性中会成长得很快 老欧洲呢无法与他们抵挡 必须得合作起来在价值观上跟他们建立一个壁垒 其实这个欧盟就也前身欧共体他的成立 就是在这方面非常保守的 我就提这一解 好谢谢 谢谢谢谢下一位下一位一分钟 我就说一说川普那个我还想谈一下就川普那个主动 我后来查了一下他在五月份确实主动提出就是这个贸易协定的问题 就是他要重新考量是不是要还继续搞这个贸易协定还是干脆就放弃 我就觉得不管中国到底有没有执行这个贸易协定或者执行的有没有违规啊 这个要看贸易协定的具体内容 但是这有好比说你给我个欠条你借我钱给我个欠条 不管怎么说出于我的利益我都不应该主动撕毁这个欠条 所以说这个动作从我的角度来看只能理解成他是为了选举去持一个比较强硬的对华立场 因为他不能像刘少奇当年就是老毛反跟苏联闹掰 那就是彻底闹掰 那刘少奇在那边一方面又说我们反修是对的 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是对的 跟苏联就是进行一些对抗是对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这个立场是很容易在政治上被攻击的 所以我就说现在川普不管别人有没有认真还钱 但是他主动撕掉这个欠条 我从我的角度理解 只能理解成他是把自己的政治利益 看得要比美国的国家利益更加重要 好请下一位 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非常好 对结束了 今天唯一的遗憾就是油管 可能人 哎 拿拿算了别讲了 拿拿 留到的精力 到下面的六段头条讲 好吗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 给我们的导播一些时间 来修理一下我们的观察室 今天特别欢迎 高兴 特别感谢陈小平博士 在白忙之中出现了网年往事 也感谢 还感谢很多的这个观察员出现了我们的会议 发表了各种这个高见 那么网年往事在每个星期一的这个中午12点跟大家这个聊一聊 那么今天就特别感谢我们各位了啊 这个我们的节目啊因为受到流量的限制 看的人不多 不过没关系 我们很快的会重新播放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导播 谢谢星哥 谢谢三十七 谢谢所有的观察员们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这个系统是24小时要重新启动一次是吗